身材骗色 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 为何屡屡得手 死的 有气都有了 是什么原因 蒙蔽了受害人的双眼 让他们不敢面对 不敢说呀 太丢人了 而看似平常的嫌疑人 为什么能屡屡得手 我没有骗他 他借我钱 本期夜线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又是一起网络征婚骗局 一起来看 2016年6月 浙江省嘉兴市警方接到报案 一名中年妇女李某 声称自己被人骗了 就在6月24号那天 我们辖区一个女性 过来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当时是他过来报案说他是钱被骗了 经过一番了解 警方得知李某声称被人诈骗了数万元 这名骗子姓魏 浙江本地人 然后我是稍微简单的询问了一下 刚开始他说是借给朋友的一个男性朋友 这个男性朋友和受害人什么关系 受害人为什么会声称被骗 到底是债务纠纷还是骗钱 警方需要甄别 我刚开始觉得可能是这种借钱 因为毕竟我们社会上还是比较多的这种 可能当时是以为这种普通的民间借贷 但是在随后的询问过程中 民警发现了一些疑点 其实才认识三四个月吧 就是今年 只认识了几个月 就愿意将自己辛苦攒下的几万元金序 借给对方 两人真的仅仅只是朋友之间的普通借贷吗 通过与李某的继续沟通 民警对案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而且他自己现在也是相当于就单身状态的 年纪也比较大了 就是说还是想找个归宿的 经过进一步了解 警方发现两人实际并非普通朋友 在今年四月 两人通过交友网络相识 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了恋爱关系 然后我们经过侦查询问 发现了这个骗子 可能是利用这种交友网络在诈骗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当下有很多犯罪分子 利用网络实施诈骗 本案有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警方立即对魏某展开了调查 根据以往的经验 警方分析这名犯罪嫌疑人 极有可能使用的是假名 但是让警方意外的是 魏某并没有用假名 他每次都是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魏某与受害人接触时 用的是真实身份 这让警方感到有些意外 随后在警方的调查中 出现了一个更让警方惊讶的信息 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 这让案件变得复杂起来 他这是再次作案吗 还是正常与女性交往 警方需要尽快找到魏某解开真相 通过调查 警方很快确定了魏某的所在地 警方发现魏某居无定所 宾馆住房记录庞大 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住在宾馆里 当天晚上我们发现这个人 是住在杭州的一个旅馆里面 然后我们就三个民警就去杭州 将这个嫌疑人抓获了 魏某很快在杭州的一个宾馆内被抓获 就在案情有了进展的同时 新的问题来了 抓回来以后呢 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对他自己的罪行是否认的 犯罪嫌疑人魏某当场否认了自己是在行骗 坚称自己的信息都是真实的 对方只是借钱给自己 并不构成诈骗 我没有骗他 他借我钱 让我所有的证件我都给他看了 这个说法让民警一下错愕了 他认为就是用自己真实身份问人家去借钱 可能就不算诈骗了 犯罪嫌疑人在借钱过程中所使用的证件均为真实证件 个人信息也属实 警方碰到了一个难题 而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 以诈骗罪立案有些力度不够 所以说当时对他进行讯问的时候 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证据不充分 难道要让一个犯罪嫌疑很大的人继续逍遥吗 警方当然不甘心 就这么放弃 在坚持不懈的调查中 警方有了重大发现 案件一下子有了突破 我们陆续的从他的通话记录 然后微信聊通记录当中 发现了有更多的受害人 这个发现让警方振奋的起来 警方按照线索联系受害人 结果让警方大吃一惊 我们组一联系 到目前为止已经联系到 有六名受害人 被骗的金额从五千到二十五六万不等 通过调查 警方发现 这一起诈骗案的受害人不止一名 众多的受害人和巨大的犯罪金额 让警方有足够的证据认定 魏某就是一个专门利用感情 进行诈骗的惯犯 等于说这个骗子 他多不嫌多 少不嫌少 只要有钱他就骗 警方得到这些线索后 立即对嫌疑人魏某采取了强制措施 当时就是说先把他采取强制措施 先把他刑事拘留掉 到看法所 后面的话我们再继续取证 通过详细的调查 警方已经确定犯罪嫌疑人 借网络交友为幌子 同时对多名受害人实施诈骗 案情越来越清晰 但是就在此时 警方陷入了困境中 好的那五六个受害人 全部都没有主动到公安机关去报公安 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其他受害人 似乎并不愿意配合警方办案 不敢说呀 太丢人了 案件的侦破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警方却无法往下进展 因为受害人也是个中年妇女 涉及到这种情况呢 她有时候也在犹豫 就是要不要报案 因为毕竟不是很框架的事情 受害人不配合取证 就无法对嫌疑人进行有效指控 刑事诉讼拘留的最长期限是14天 也就是说 留给警方办案的时间非常有限 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警方不能被动等待 他们决定对受害人进行上门劝说 全部都是我们找上去 然后跟他们讲这个情况 他就不相信我是公安局 他觉得是不可能 他就是说嫌疑人不会做这种对不起他的事情 警方并没有放弃 通过向受害人摆出一些事实 和掌握的详实证据 受害人终于相信了警方 决定站出来指控魏某的诈骗行为 看我思思文文的 可能不会有这个胆子去报警 在对这些受害人进行上门劝说的过程中 警方发现 这一起诈骗案的受害人之多 涉案金额之大 远远超出了警方早期的预料 这一起诈骗案涉及7名受害人 诈骗金额高达200万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魏某终于认罪 我不可能不承认 我多承认的 经过调查警方得知 嫌疑人魏某55岁 长相普通 甚至有些起貌不扬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 这样其貌不扬的魏某 竟然同时与多名女子谈恋爱 并且实施诈骗 她究竟是如何将这些受害人 引入自己所设计的陷阱中呢 后来呢 这个嫌疑人就加到她 然后他们在交友网里就聊天 也就等于说是 加好友一样在聊天 魏某先是在一些交友网中 锁定作为目标的受害人 进而与受害人取得联系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 逐步得到了对方的信任 最后以生意出现问题为由 独自向受害人实施诈骗 不仅如此 魏某还对自己的真实背景 进行了编造 试图以此来获取受害人同情 骗取更多钱财 父母去世了 还有一个哥哥也是了 还有一个哥哥 他说是同母亦父的 不来往的 还有一个子女 他说当律师的 这样的绅士背景 既符合了大龄单身女性 对异性的需求 也勾起了他们的同情心 沐浴在爱河中的他们 根本不会知道 自己已经深陷在一场骗局之中 通过上网搜索 警方还有了意外的新发现 原来早前魏某就因为借钱不还而被多人举报 并将其真实身份信息挂在了网络 这其中不乏他的亲朋好友 为了骗取钱财 嫌疑人魏某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相处20年的好友 他也和这些受害人说 我那个小猪跑掉了 他这些面料生意都已经把这个货款都拿走了 所以他搞得这些小猪有些客户都是很不相信他 在嫌疑人朋友的口中 警方得知了更多魏某诈骗背后的内幕 原来魏某先是诈骗亲朋好友的钱财 然后以此作为资金来诈骗更多大龄单身女婿 因为当时受害人和嫌疑人是提过 我现在自己是开奔驰的 你至少说你要给我买一辆跑车 许多大龄单身女性经不住魏某的甜言蜜语 落入了魏某的陷阱 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方面他想更好一点 所以天心的这个男的这些谎言 此外魏某还诈骗了自己70几岁的合伙伙伴20余万 魏某所谓自己的班驰车也是其合作伙伴女婿的车 对于自己借车行骗一事 嫌疑人魏某表示拒不承认 什么叫我借的那个车 这个车本身就是我在开的吗 是一直在我在使用的吗 虽然魏某否认自己借车行骗 但无法否认的是 他的犯罪行为给数名受害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当警方追查他诈骗所得的账款下落时 却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我们后面查询了这个嫌疑人的这些银行账户 这些其实它是相当于后面我们帮他抓到以后 就已经身无分文了 身上就几块钱了 那个他到后面是什么程度了 就那个到他公司楼下 那种小店都去借几百块钱 或者是到那个门卫那里都去借几百块钱 魏某通过诈骗而获取的不义制裁 在几天之内无翼而飞 刚刚通过诈骗获得几十万元的他 竟然还要向门卫借钱 魏某何以至此 他是否是在做戏给外人看呢 我们也是去那边嘉欣那边了解过 主要他还是用于这种赌博挥霍 然后因为找他要钱的人确实太多了 原来魏某嗜赌成性 通过诈骗获取的钱财 全部被他用于赌博 将这笔钱挥霍一空后 他又继续向身边的人借钱 最终变得负债累累 每天过着东夺西藏的生活 他已经其实是已经躲起来了 电话的话 每天的话几乎都有上百个电话 都是未接的 他就不敢接电话了 到后面已经 当时我们在他的手机上 有一条聊天记录 当时说是 他一个晚上就输了六万多块钱 多名受害人的钱就这样被魏某挥霍一空 在为受害人感到可惜的同时 警方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据我们这反应来看 一般是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 然后比较 就是可能家庭生活不是 不是很开心活着或者是说离异的 大龄单身 家庭生活不幸 这些受害人都有着共同的特征 多名受害人的特征惊人的一致 案件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媒体人大册 情感专家张好图女士 欢迎两位 这个犯罪嫌疑人 当年是个人贩子 而且那么多年以前 就判了十几年 那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亮星 不是特别重 如果他这样的话 他不是普通的人贩子 他应该是情节挺严重 挺恶劣的了 然后现在职业骗 他不光骗一大堆女的 他跟一般骗子不一样 我觉得一般的骗子是有方向 和有固定受众群的 这位逮谁骗谁 门口开小铺的也骗 门口的门卫也骗 七十多岁老头也骗 这是什么毛病呢 你就觉得这个说下话 一定成为他日常的生活方式 他生活应该一句实话 都没有这个人 这个骗子呀 他有一个特点 你看他出来以后 他就业能力肯定比较低 十几年不接触社会了 那他迅速的又想生活的好 他其实还是用了原来的技巧 就是从骗人家孩子 到骗成年人的感情 这个他是有一个变化 因为他要再重新在社会上 确立自己地位 有一定的收入 那他要经过一个漫长时间的 重新融入社会 就业努力 那只有骗是最来得快的 而大家发现没有 他去骗这些女性的时候 他是给自己有设计的 他整个骗的过程 从出发点就是有设计的 比方说这些女性 喜欢什么样的人 牺牲 什么样背景的人 什么样身份的人 你看他长得起码不一样 可是他把自己 所有的这些定位都设计好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自己也完全把自己带入了 大家注意一点 他骗人的时候没用假名字 因为用假名字 特别容易自己不在那个状态当中 那个人不是我 他是很真诚地在骗 对 他并不认为我是在骗人 我是认真的跟他谈恋爱 就是在谈恋爱 跟他就是 对没错 包括他说那个奔驰车 他说我没有在骗 那个车就是我在开 对 我开即是我的 而且你没有反对给我开 你是借给我开的吧 那不就是我的吗 就可能这个人对于骗的定义不同 所以我觉得有 是不是有一定的诈骗犯 在被警察逮着的时候 审讯的时候 他还觉得很委屈呢 毫无疑问 这个骗子就是 是 我不是故意的 对 你看那个警察问他的时候 他不承认我是骗这些人 这是一种自我催眠吗 就是自我催眠 他就是让自己都相信 我是认认真真的和他们在谈恋爱 和他们在做生意 只不过 我就是跟的人比较多 但我都是认真的 所谓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这样的人从小长大的过程中 没有习惯于 比如说正常的学习 然后用所学的机能 技能 干活 然后积攒一点点财富 一点一点的积攒 慢慢的让生活好转 太慢了 这个过程他是受不了的 从一开始 他所有的心思都在用在别的地方 就是怎么特省事 然后特别迅速 对 事实上呢 我觉得这跟整体的社会心态 和那个浮躁的氛围是有关系的 是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嫌疑人虽已抓获 案件背后却依旧谜团重重 魏某究竟为何转挑大龄单身女性下手 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 很快警方找到了答案 就这些大部分这些中年妇女 他都是很相信这个嫌疑人 经过调查 警方确证 魏某是刻意寻找这些大龄单身女性 作为目标来进行诈骗的 那么他为何不选择更单纯 没有阅历的年轻女性 而是选择这些已经有了一定社会经验的 大龄女下手呢 他就很 因为嫌疑人很迎合他 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状态 他单身他现在是需要 可能需要别人来关心 别人来爱护 魏某专门选择这样的大龄女 作为自己的诈骗对象 利用他们的心理弱点 对他们实施诈骗行为 他认为找到真爱了 或者是找到一个自负的捷径了 有这种波动了 他有希望了 然后他就会被这个骗子牵着鼻子走 正因抓住了大单身女性特殊的心理需求 使得魏某屡屡得手 其实他这个骗子不是很高明 高明就是他怎么去寻找这个受骗的对象 这些对另一半要求极高 以至于多年找不到伴侣的大龄女 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魏某所设置的骗局的呢 看似普通的骗局 为何这些大龄女们却身陷其中无法识破 魏某的体贴入微 很快打动了这些极度渴望寻求依靠的大龄女的心 令她们放下了心房 她是那个网站上好像说是中专什么毕业 我说我的文化程度很低的 她说过日子又不是什么考大学 要什么文化 要这么多文化干嘛 这些大龄女由于年龄和外形等各方面原因 大多存在自卑心里 魏某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嫌弃 还令她们感受到了久违的被爱的温暖 就是不嫌弃吧 不嫌弃文化低吧 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归宿 却没想到这只是魏某为他们编织的一场美梦 他还跟我说呢 他还说王子也给我儿子 我突然跟他说 我说我不要 我自己有 我说所有的财富与幸福是靠自己创造的 我没有图他什么有情不有情 其实我自己就想找这个人好 我自己就踏实的 受害人们一心想与魏某好好生活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时 已经为时已晚 这场美梦的代价 不仅仅是金钱 还有他们内心受到的无法弥补的伤害 死的有情都有了 在这些用爱情编制的谎言背后 犯罪嫌疑人魏某的真实情况 却并非受害人所了解的那样 他有一个儿子的 一会儿呢 以后是他前妻再了 父亲已经死掉了 母亲好像也过世了 他只有一个同母义父的哥哥 魏某不仅伪造了自己 钻石王老五的身份 还刻意为自己捏造了一个凄惨的绅士 在此之前 多名受害人都表示 自己是因为同情魏某的身世 而愿意借钱给他 却未料到这只是魏某所设计的另一个骗局 我主要是进了他的身份 很可怜 然而在魏某的诈骗过程中 也并不是每一个受害人都一味的信任了他 任他摆布 这其中也有自认为聪明人 我自己这么想想 把他的钱骗回来 我这什么时候钱把他还给我 我什么时候断掉 没想到又骗越多 受害人虽然意识到了自己被魏某骗 但为了把之前的钱套回来 受害人第一选择不是报警 而是继续拖延 这也导致了受害人产生了更大的损失 所以说叫受害人把这个钱再借给他 然后受害人就没办法 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钱给拿回来 然后就把钱又借给他 但其实是一个无地动一样的 这些受害人 大多感情曾遭遇过不幸 魏某的所作所为 无疑是在给受害人们 已经备受伤害的伤口上 又撒了一把盐 他就是有钱了吗 有钱了吗 别人知道他有些平台 这个人是很老子吗 给别人小单 骗走吗 你说因为自己先生 他是前一年是因为是病故吗 还是什么 不是病故 交通事故还是 出事故 受害人李某的丈夫 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回复了一年 终于鼓起勇气 想要重新组建一个家庭的他 迎来的却是一场骗局 和李某一同被骗的受害人中 不仅有家庭主妇 更有企业老板 甚至还有的连嫌疑人 喂毛的面都没见过 因为我田线给他了 我让他田线完成我 我再跟他见面 自己也开公司的 他是和丈夫礼仪了 嫌疑人是和这个受害人说 你条件这么好 我要配得上你 所以说我要 现在要努力赚钱 见过了大世面的女强人 在爱情里 却只想找一个依靠 这样甜蜜的承诺 令受害人无法拒绝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这一切只是一场骗局 我也就是我运气差 我就要给我自己 给我自己的心为买单 我是这么爱慰我自己的 这其中 还有人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 瞒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将自己多年的积蓄 全部给了骗子喂毛 他拿出来的钱 都是自己存的 十几年存下来的私房钱 都是瞒着老公 包括到我们这里来报案 都是瞒着老公来的 这次失败的感情经历 给原本已经年纪不小的受害人 带来了更沉重的打击 谈起自己未来的感情生活 几位受害人 似乎都已经失去了信心 没什么打算 还能打算什么呀 那你除了他 你也可以再认识别的男人啊 你男呀 也怕受骗 而嫌疑人也表示 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不论是受害人还是嫌疑人 都将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而等待嫌疑人 魏某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这些受害人的经历令人感到唏嘘 同时也为我们敲请了警钟 或连网信息复杂 网友们在网络交友的同时 更应该擦亮眼睛 避免上当受骗 所以说你像这些陌生人 或者是网上这些认识的人 你不自根自底的人 问你要钱 或者是问你经济上救助 或者是要钱之类的 你最好站出来 问问身边的人 这样的人怎么样 该不该把钱借给他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我看到有些女性还在幻想 就是希望能够警方帮着 把他们被骗走的钱追回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不是特别大了 因为那家伙是个赌徒 他随时弄走的钱 随时已经挥霍掉了 抓他的时候 他几乎身无分文 所以钱恐怕是追不回来了 因此这些女性 实际上受到了几重创伤 金钱上的损失 感情上的损失 还有尊严 以及其他方面的损失 按说就是这种婚骗感情骗子 以往的规则是骗年轻女孩 因为她没有经验 但是这几年 我们碰到的所有的婚骗和感情骗子 都专骗中年女性 对中年单身女性 她们都有一个基本特征 比方说有这么多年工作生活的经验 她有一定的储备一定的实力 从她们身上确实能骗出钱来 第二一个呢 她们都是感情上 要么受过挫折 要么对现状不满 处于一种感情的空白或者真空 这么一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她们对爱情的期待是什么呢 你对我好 你照顾我 体贴我 我不需要你的钱 所以我们看这个骗子 她不需要包装自己很有钱 她也不用我很帅 我对你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对这下了药了 正好符合这一群人的需求 所以说骗子往往是情商特别高的 对 她们准确的琢磨出了 哪一类的女性值得骗或好骗 对 就这一类的女性 其实是好女人 对 就这些女人都不狡诈 没错 这些女人从来没打算靠婚姻 从男性身上得好处 对对对 相反我愿意多付出 对 我只要求你是一个本分的可靠的人 你能体贴我 对我好 她的事是过日子 而这样的女的一般脸皮薄 被骗了之后都怕不敢说 这里边就是这么一个后果 就是明明被人就骗了 但是哎呀 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有那么多社会经验 然后我就为了一场恋爱让人骗了 她又不敢报案 又不敢申诉 如果她把她的碰到的这个男人 正在跟这个男性接触的这些事 如果跟周围的人聊聊的话 有不止一个人可以给他们提醒 对 但是他们不敢跟任何人说 对 全都变成了地下的活动 他们最梦想的这个状态就是呢 你们都有 我也得有 我有呢 这个过程我不让你们知道 因为很曲折 我到时候给你们好消息 把你们都suprise 突然的一下让你们惊喜起来 但是最后变成了惊吓 你会发现你看一下子 然后被蛇咬了 然后十年怕警生 再不敢谈恋爱了 其实你想 恋爱没有一步到位就成功的 对 其实恋爱是个很痛苦 需要磨合的过程 彼此性格不熟悉 对 而且这个年纪恋爱 肯定带着双方很多家庭的背景 一定是 那更需要磨合 需要宽容 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 大数据的情况下 网络时代 缘分多了 打开网页 都是男的 都是女的 我跟你讲 人多了 选择多了 不代表缘分多了 你是你的人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还不是你的 网络四通八达 网络迅捷无比通畅 但是你的沟通能力 你的识人的能力 你的判断能力 融入能力 了解的能力 说白了 跟几万年前的老祖宗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不要因为科技的进步 就无形中认为自己的智商也被加持了 千万不要乱花 鉴于迷人眼 实际上 我是觉得 最后的那个女性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 我以后 可能也不想再谈恋爱了 因为我怕碰到骗子 不会这样的 对 大部分男人不是骗子 没错 恋爱完全可以谈 只是我们说好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吧 就是如果我无法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骗子 我又很愿意跟他接触的话 因为那个男人你看 他是适应这种女性的 心理编造的自己的背景 包括父母都不在了 对 孩子也没有 孩子没有 对 进出的亲戚没有 对 只有一个什么外甥女 是个律师 就是这种干干净净的家庭背景 这种没有负担 会让这些中年女性觉得 特别合适 特别合适 对 如果你真碰到一个 你真的觉得很合适 你不愿意随便怀疑人家是骗子 就放弃自己人生机会的 那也没有什么 至少坚持一点原则吧 先不动钱 我觉得不动钱 这事你先坚持住了 更多的了解 去见见他的亲人 见见他的朋友 进入他的生活圈 朋友圈 而且在这我也强调 咱们整个社会 对这些女性 也要更宽容一些 不要觉得好像 岁数大了 有过婚事 或者没有婚事的 这些单身女性 一谈恋爱就怎么怎么样 遇到一个男人 大家就品头论足 那这些女性就会变得 很隐盖自己 隐瞒自己这些事情 搞得她们遇到一个人 也不敢去深度的了解 深度的介入 同时我也希望 这些女性呢 在社会宽容的前提下 自我也对自己宽容一些 你婚姻结束了 或者还没有 谈恋爱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 她和你多大年龄 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你的事 我认识一个人 我喜欢他 我要进入他的生活 我要了解他的全部内容 那么达到了这种 全身心的了解和认识 那对一个人 有足够的认知 才能有准确的判断 而且如果你既然能做到 在生意场上 纵横百合 都见过大师面来讲 应该讲 这是一个独立性 很强的女子了 那么其实你的婚姻 只是你若干生活 维度当中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有他58 没他40 有他几上天花 没他照样过年 那你除了他之后 你的美食啊 花花草草啊 你的朋友啊 你的旅游啊 你的见识 你的读书 都是丰富你人生阅历的 一个重要的东西 对对 不要把眼光 只着眼在这一辈子 好吗 这一切一辈子都白经营了 你有那么多的标签 那么多的符号 那么多的闪光之兽 都白经营了 只要没结婚 一票否决 只要姥姥没嫁出去之后 你这个没法在 现场里面混下去了 其实你结不结婚 说穿的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 说到女性独立 其实大家都把眼镜 盯在了经济独立上 谁也没盯在 精神独立和 家庭独立 情感独立 自我意识的这种强大上 说在这我就想起 我曾经接触过的 一个将近50岁的 大龄单身女性 说过的话 让我觉得 激体女性悲哀 又希望她们能够觉醒 就是什么 她说我不怕被她骗了几万块钱 哪怕她骗了我这个钱 她对我是真的情 我现在最伤心的是 她连我的感情都骗了 那这是多大的悲哀 你需要去花钱 让别人付给你的真感情 为此你没得到你难过 其实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你完全是独立的人 你没有必要去花钱 去赢得这份感情 大大方方谈恋爱 我相信本片当中的 这些女当事人 她们其实说白了 钱上的伤痛 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情感上的背叛跟欺骗 她们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她永远不知道这个结果 她永远没看到这些结果 其实好多女性是 之前一定有所查 有点感 她只是不希望 去面对这个结果 自己不敢跟自己承认 就是 所以她们的自我觉醒 我希望能够 一方面是有自卑 就是觉得自己 配不上正常的一个爱情 所以有人爱我的话 那就是最好的 我可别挑了 就是她吧 另一方面呢 由于自卑会带来一种强烈的自负 这个自负会导致自己 无法正常面对自己 就是你也仔细想一想 你配得上这么去爱你吗 对呀 这么委屈 这么低自尊的去委屈求全 在这个感情里 就是啊 就是啊 所以说白了 还是要一个自我的清醒认识 既不过高股低 也不过低股低 既要小心谨慎 同时不要因为碰到了一次骗子 就已经确认以后 不敢谈恋爱了 我怕再碰到骗子 这世界上 99.99%的男人 都不是骗子 是正常人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被这一枪打中之后 从此不敢再爬起来了 那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呢 没错 其实应该该干什么 干什么 但是对人性更了解 对人生更了解 让自己内心更强大 然后就该爱取爱 不要再一个骗子 我怕以下 你老婆 我怕你 你老婆 就是我 我怕你 你老婆 不知道 你老婆 我怕你老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